大家好,这里是穷车给遇,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过去十多年来,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全球遍地开花 在物联网兴奇的背景之下 世界各国无不利用各种通讯数据领域的科技 结合城市系统与服务 其中喊出科技立国战略的韩国也不例外 该国自2001年起 在仁川滨海的人工岛上打造了松岛国际都市 号称全球第一座智慧城市 为了这个巨大项目 南韩政府至今豪杂400亿美元 起初计划在2015年开始全面运作 结果就一拖再拖 至今都还没有完整落成 这引来外媒的酸言酸语 将其描述作侧诺比试的鬼城 或是不够聪明的智慧城市 本期影片就来跟朋友们探讨 韩国政府雄心壮志打造的松岛智慧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松岛国际都市位于首尔西南方30多公里处 是完全丛林打造的城市 南韩政府1991年开始践行天海 2001年一起工程完成以后 并规划在此处打造一座搭载 先进技术的国际大城 虽然这个项目名为松岛国际都市 但在南韩的行政区划分之上 这座城市隶属于仁川广玉市 因此严格来讲并不属于市级行政区 根据南韩政府的规划 松岛被定位做一个国际商务区 并与临近的永中岛与青螺区 组成仁川自由经济区 这个项目的核心地带是松岛国际商务区 其余区域则包含住宅区、大学城、新港湾与尖端产业区 这座智慧城市背后虽然有政府资金运作 以及基础设施开发与人力上的协助 但主要的开发运作金流还是通过私人募资进行 因此它也被视为该国最大私人房地产开发项目 其中美国建商盖国际拥有六成股权 韩国普向钢铁占了30% 摩根士丹利房地产持股9% 而整座城市的规划则交由著名的KPF建筑事务所操刀 在尖端技术持续向前迈进的同时 韩国当局期望能将松岛打造成世界最智慧的城市 因此包括物联网、人工智慧与云端运算等技术都必须用好用满 让整座城市的交通、自来水道与电力设备 甚至是个别建筑物内部的运作系统都连上线 整合在一起形成高效率互动的形态 在设计者最初的构想中 松岛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网机网路 身处其中的市民与访客被先进技术连接在一起 自有汽车与公共运输系统也都整合在内 就连城市每个角落的街道与建筑物本体都设有无数感测器 所有资料都被及时传送到高效率的中央处理中心 既有人力与AI分析进行及时调整规划 举例来说 当地不止路口所有道路的四周都设置监视器 监测分辨行人数量 并与大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提供最适合当下人车通行数量的光照亮度 而在交通车流上也有及时观测 并对市民们做出最适合当下的建议 将人员的流动最有效率的分排到适当的交通管道上 松岛的交通规划主旨 就是希望能从硬体设施的设计上 让民众主动以步行加上大众运输的方式 在室内任意两个地点间轻松移动 进而实现无车化的目标 开发单位还为此做了研究 发现持续走动12分钟 是韩国人愿意单次步行的上限 超过这个数字人们就会倾向开车 也因此松岛设立的公车与地铁站之间 最远差不多就等同步行12分钟的距离 该市每个街区也都设有自行车架 整个城市有数公里长的自行车道 鼓励市民用脚踏车与步行取代高碳排的汽车 松岛在垃圾处理的概念上也相当先进 根据最初的规划 市区街头并不会有垃圾车寻回收垃圾 取而代之的是 家家户户都设有垃圾清理管线 民众只要把垃圾丢进入口 气压驱动的中央垃圾收集系统 就会洗走垃圾 并自动进行资源回收 其中一部分垃圾会被用来生产可再生能源 强调永续发展的松岛 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水循湾系统 按官方宣称 该市有高达4层的民生用水可被回收利用 简单来说松岛被规划成一个结合环境永续 低碳排与高科技的乌托邦 其建设的关键在于从建立之初 就规避掉现代大城市共通的难解问题 南韩政府更对这片土地 寄予了相当巨大的野心 希望能借着美好的愿景 说服想进军亚洲的国际企业进驻 使其成为能跟上海与香港 批敌的商业居都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往往让人感到无奈 特别是在擅长画饼的韩国 种种资料显示 松岛根本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规划 松岛国际都市原定在2015年彻底完工 之后接连推迟 而在2022年的现今 松岛的预定完工日期已来到2030年 不断延后的竣工目标 让人们对该市的信心不断下降 甚至有人认为 这会是永远盖不完的梦幻城市 按当局最初的规划 松岛的税收优惠与其他福利 本应吸引大批外国企业进驻 连带的员工居住需求 将可支撑并堆高当地的房产价值 但截至目前为止 只有极少数公司 非营利组织与学校 有幸去落脚松岛 原先设想的海外巨额投资没有达标 建设过程中资金枯竭 成为松岛迟迟难以完工的主因 虽然还没有完全完工 但松岛当地已有不少居民 也有一些企业与机构进驻 而其中一位市民沈中来 就将自己的新故乡称为鬼城 沈中来表示 尽管当地设有不少外国学校 医院与便利设施 但一切的开销都非常非常昂贵 他认为 开发商持续锁定外国的高新族群 作为吸引目标 忽略了收入一般的韩国本地人 也住在这里 以至于不少硬体与服务 要价都高昂的让人难以接受 因此在吸引不到预定客群之后 必然的高消费与高房价 就也很难吸引本地人入住 我们前面提过 松岛的其中一项目标 是要打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交通系统 实现无车化的未来 但事实上 私人汽车在松岛依旧很常见 与其他韩国城市都没什么不同 从比利时搬到当地的文斯勒表示 自己在搬到松岛五个月后就买了车 因为当地的冬天实在太冷 他完全不想在外头走个十几分钟去买东西 另外一个让松岛难以实现无车化的原因 来自当地过宽的道路规划 松岛的马路非常宽 主要干道甚至能达到八到十线道 舒适的道路环境没有什么不好 但这也变相鼓励人们开车出行 之所以会有这么矛盾的设计 除了当地目前的车流不如预期外 也跟韩国的建筑法规有关 与当地高楼林立 街道宽度与防火通道的保留 都属于法规硬限制的范畴 尽管开发方也坦诚 宽路会鼓励人们买车开车 违背了设计时的初衷 但他们对这点也无能为力 至于最初标榜的高科技未来感 穷威外媒蓬勃认为 松岛反而比较像在1970年代 人口稀少的美国市郊 特别是在离开商业区后 映入眼帘的往往是宽阔的道路 与庞大的建筑物 只有星点灯火与人影在中间穿梭 常带给人们一种不现实的违和感 由于人口密度偏低 加上宽阔的城市设计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迫拉长 也因此松岛安静地出奇 这里许多公寓从盖好至今 都处于闲置状态 也是当地被称作鬼城的原因之一 作为人川自由经济区的一环 目前的松岛还是有不少工作机会 但不少在当地工作的人们 其实并不住在松岛 而是来自邻近的人川 或甚至交通更庸涩的首尔 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 松岛作为该国主力发展的智慧大臣 即使空屋率高 房价依旧居高不下 许多劳工宁愿住在人川每天通勤 也好过在当地落脚 其次则是因为松岛出了商业区后 根本没有生活机能可言 在许多年轻人眼中 日落后的松岛就是做无趣的孤城 面对来自各界的批评 不少松岛当地人做出反击 他们认为当地的居住人口每年都在增多 目前的总居住人数约来到19万人之多 虽然未达标此前预估的30万居民 但距离不算太远 哪有鬼神这个说法这么夸张 但有另一派住户则认为 起初开发方以引进国际企业与外际人士进驻作为蓝图 吸引韩国本地人抢入当地 进而垫高房屋的交易价格 但目前的19万居民中只有大约4000个外国人 在外国企业进驻的情况 与四处的工作机会都不如预期的当前 松岛已沦为一个纯粹的炒作项目 总结来说 韩国最初以全球首座智慧城市为名开发松岛 显示出该国的勃勃野心 但原先预期的投资没有到位 开发过程因而受到停滞 此成一言再言 目前的松岛或许称不上鬼城 但发展远不如预期却是不争的事实 好了 这集的穷色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